1月18日,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22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新冠肺炎第四级别最高风险地区。 新增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埃及、阿尔巴尼亚、阿根廷、乌拉圭、巴拿马、卡塔尔、巴哈马、巴林、百慕大、苏里南、圣卢西亚和玻利维亚等等。 根据了解,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美国列为第四级别最高风险地区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美国居民避免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,如必须前往,应确保全面接种新冠疫苗。